奴隶新年即将到来 新北市巴黎区一家景观餐厅 特别在年节期间推出了药膳羊肉炉 由餐厅老板亲手熬制 选用了澳洲的羊细肉 除了先将羊肉红烧外 还以食权中药熬煮了两天 浓厚的汤头香味十足且肉质鲜嫩 而除了可以到店内享用 现在也开放摘配预定 奴隶新年即将到来 巴黎一家景观餐厅 特别推出年节限定的药膳羊肉炉 希望在这个年节期间 一家团聚围炉的时候 来到这里也能够享受 热乎乎围炉的感觉 这是我们老板自己 用十全的汤底下去 炖了两天之后 然后羊肉再用姜 还有麻油下去煸 所以味道非常香 滚烫的羊肉炉传出阵阵香味 这是餐厅老板亲手熬制 全用澳洲的羊细肉 所以肉块比起一般坊间的羊肉炉 来得大快 但是吃起来却相当好入口 羊筋的部分软Q 肉质嫩 汤头鲜 而除了羊肉炉 另外想要清淡口味的 则可以选择竹笋养生锅 这个季节其实是没有竹笋的 可是我们特别跟巴黎香农会 做配合 做这个竹笋养生锅 因为大鱼大肉吃完了 我们要有一点高鲜的蔬菜 来做搭配这样子 这样我们过年才可以 享受美食 又可以保持身材 餐厅业者表示药膳羊肉炉 目前除了可以到店内享用 现在也开放宅配预订 并且有游会价 而过年期间 店内的服务人员 还会装扮成可爱的童话人物 小朋友来游玩时 还可以和这些童话故事主角 合影拍照 希望春节迎新年 让全家大小 都能够好吃又好玩 度过一个快乐的年节假期 记者杨邦友超方奇 新北市采访报道 这些新北市采访报道